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进入第四规第五个单元 犯爱重的学习 这个对我们自身包含我们的孩子学生 这是他人生必须建立的处事态度 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 而且懂得爱人是有福之人 福田靠心根 这些观念 假如还是从小有老师引导 都应该很能接受 福田大分三种 恩田 懂得报恩的人有福报 悲田 懂得悲鸣 人识他人 这个是属于第二个福田 还有静田 对人对事对物 恭敬 不糟蹋 这个都是 种福田 我们 我们看到这个句子 凡事人皆虚爱 天同父 地同在 有人就问 对于坏人及自私之利的人 还要保护他 还要保护他 那这样会不会天下大乱 有可能学生 会有这样的思考 我们从事教学 可能我们叙述一段意理 要观察学生的表情 比方说这一段道理讲完 学生脸上的表情 透露出 不认从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 应该了解一下 他内心的想法 假如我们只是一位 灌输碗 没有去观察到 他的不认可 那可能 久而久之 他对老师的话都 听不进去了 当然我们在引导这些观念 也不是灌输 强压给学生 就像老和尚有一次 在大学 讲课 有一个 学生当场提问 说让我 去帮助 去可怜 这个 贫穷的人 这个我容易提起来 但是对于这个有钱的人 这种心我提不起来 结果老和尚说 有钱的人 可能比没钱的人 更可怜 当然这是 学生有讲出来 我们还要 能判断的没讲出来 然后可以观察到 他有不认同的地方 像市长就进一步 给他开解 你说贫穷的人 你看到他只是 现在 有一顿没一顿 他眼前 比较辛苦 可是 这个贫穷的人 是一时 但是有钱的人 他假如不明理 他造下去的恶 都要到三恶道 报道 三恶道不好玩 黄念主老句是说 三徒一舵 五千节 我们 听了这一句话 当我们在看到别人 作恶的时候 还生不生气 作恶是要 到三恶道报道 下去不好上来了 所以我们假如 虞诸众生 失落自己 见别人错 不会生气 不会对立 想方法 看能不能帮他 提醒到 帮助他改正过来 有缘就要劝 没有缘 我们念佛 给他回向 然后我们做好 正己化人 我们做好 让他认同 让他感动 这个就有缘了 所以师长指导我们 对任何人 我们都纯是爱护着心 老二上这一段 开始跟我们这个主题 很相应 凡是人 皆需爱 佛门进一步延伸 不只是人要爱 众生都要爱护 格言连弊 讲了一段话 以父母之心为心 天下无不有之兄弟 我们以父母的心 为自己的心 没有不有爱的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一争吵 伤了父母的心 父母最欣慰的 兄弟姐妹何乐 他的子女 兄弟姐妹之间何乐 因为父母大我们一辈 正常来讲 会比我们早离开这个世间 他看到自己的儿女 有爱 他特别安心 所以弟子会说 兄道有地道工 兄弟木晚 孝在中 一个家是这样 一个团体也是这样 我们同仁之间 大家互敬互爱 领导看了 最欣慰的 学校当中也是一样 师兄弟之间 同学之间有爱 老师是 最欢喜的 所以这些义礼 小到身心家庭 大到团体社会 礼都是相通的 那以主宗之心为心 天下无不合之族人 这位忍者有没有 这个记忆 比方说 你第一次遇到这个朋友 请问你贵姓 结果对方一说 跟你同性 当下你的感受怎么样 应该有点不同吧 同宗的 五百年 五百年前是一家 那以祖宗之心为心 天下无不合之族人 那当然我们这个族呢 假如把它扩造到中华民族 那这个叫 这个 对所有的人都要有爱 当然除了中华民族以外 那我们的祖宗就是教我们要 爱人 凡事人皆需爱 甚至什么 先人后起 所以真正受了我们老祖宗教诲 跟别的民族相处 一定没问题 就像 承德现在在马六甲 正和下西洋 每次都到马六甲来 你看好多正和庙 都过了六百多年 为什么那么多人 想念他 他到的地方没有欺负人 把我们懂得农耕 懂得生活记忆 奉献给别人 所以几千年文明 我们没有发动战争 爱好和平的民主 那以我们中华民族来讲 我们自己想一想 我们曾经读过 哪些圣泽人的文章 有没有读过 有没有读过欧阳修的文章 读到双刚千表 有没有流眼泪 那你假如遇到一个朋友姓欧阳 你有没有马上 这可能是欧阳修的后代 或者你遇到对方说我姓孔 你把这个树来起就了 我还是我姓孟 就很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各个姓氏的祖先 心量都很大 德行可以说都是圣贤的境界 不然他后代不能传那么长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而我们受了这么多圣泽人的教诲 那我们怎么报这个恩 要对待他的子孙 要很爱护 那这个他们祖先在天之灵 很欣慰 甚至会加持我们 所以这个百家姓 我们也稍微研究一下 比方遇到这个朋友姓陈 你说你是大顺的后代 帮助他认主归宗 他跟祖宗就接通了 甚至于进一步去效法他的祖宗 那你的护法神 就是很多姓氏的 老祖宗 你的护法的阵容非常坚强 这个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那格言联弊第三句 以天下之心为心 以天下无不爱之明物 人也好 万物也好 都是天地无私生产的 不能糟蹋 不然叫报天天物 不能伤害 所以老和尚常 都教会我们 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这个就是扩宽 心量 像天地一样宽 好 所以刚刚 我们 提到 可能有学生 说了 这坏人 跟自私的人 也要保护 也要爱护 其实坏人 大部分 是后天学坏的 他做了坏事 危害大众 当然 应该给予 适当的处罚 但是你处罚 都跟他对立了 那这个坏人 能转好吗 那坏人都不能转好 这个社会能好吗 而且我们看 圣泽人 孔子的学生 高才 他虽然在审判 一个犯罪的人 他没有跟他对立 他还是仁慈对待他 想尽办法 看能不能帮他 减少 这个刑罚 他已经尽了力了 后来 罪太重了 这个罪犯 还是要被 膝盖以下切掉 结果后来 卫国发生内乱 这个高才一看 这个高才一看会出事了 他就赶紧跑了 挽回不了 结果他要出城门 城门已经 关了 结果有一个守卫 就是他判 把膝盖骨切掉的 这一个犯罪 这一个犯罪的人 他一看到他本来是有点紧张 觉得对方会不会记恨于他 结果这个人帮他 就把高才带到一个围墙 有点低的地方 你从这里爬出去 就安全了 结果这个高才说 君子不能爬墙 他又找了一个地方 这个城墙底下有个洞 钻钻钻可以出去 这个高才又说 君子不能钻洞 有师威仪 当然我们看 这个孔子的学生 人饶命 他都还记得 老师教的东西 当然在这个时候 可以全辨一下 不过他在这样的情境 都能立住 不违背老师教会 这个也不简单 所以我们学习 学到立权 学了可以共学 在教室里面 每一个学生都听了 他听了之后 会不会去做 出了这个教室里面 会不会做 可能就减少了 这个是世道 道就是去行 有去做了 遇到挑战 他不一定立得住 他可能就退缩了 他未可以立 他可以屹立不了 他不一定懂得通权答辩 所以学习的目标 是要通权答辩 那个真子 行效不会全辩 被孔子骂 你看你 父亲的棍子 小小的 可以瘦 棍子太大了 赶快跑了 不然把你打死了 怎么办 所以东方的学问 是非常灵活的 要学着 懂得全辩 好 那这个高材 又不爬墙 又不专重 这个人没办法了 就把他带到一个房子里 躲起来了 后来解除危险了 高材就很好奇 我判了你的罪 执行了这个罪法 你怎么还救我 这个罪犯说 我整个审判的过程 我能感觉到 你尽心尽力在帮我 而当你尽了力 还是要执行这个行法的时候 我看到你的表情很难过 你看 你哪怕是处罚一个人 你的心是发怒的 还是你的心是为了他好 当事人可以知道 就像父母 你是情绪发泄 还是打在儿身 碰在良心 那孩子的感受是差别很大的 所以我们真心 哪怕对待犯错的人 都可能触动他的善根 所以古人说到了 这是在格言别录里面 洪一大师特别 从联毙里拯选出来的句子 都很精辟 会之 小人可使为君子 你让他生惭愧心 慢慢 他本善的心出来了 小人可使为君子 而这个惭愧的 生起 不是你呵斥出来的 是我们做到 让他自然生起来 基之 我们都很激烈 去批判 君子可使为小人 这差别很大 那个 在 07 06 07年的时候 海南省监狱系统 传统文化进监狱 都是犯罪的人 可是你真的用父母的心 去对待他 这张庭长 我们对他非常敬佩 他整整大我24岁 今年都75了 他还为了好多弘扬正法 甚至下一代教育 我看 比他退休前还满 不过他身体很好 这个都是 浩然正气 他看的这个福星 出去又进来 他很不忍心 用亲人的心 把传统文化引进监狱系统 很多福星人员 尤其是受了孝照的教育 觉得自己很对不起父母 惭愧心起来 他出了监狱 他会重新做人 假如我们没有去爱护他们 教育他们 他不进则退 那这个恶人不就越来越恶了 那社会怎么会安定呢 所以我们要把监狱变成学校 有些服刑人员感动了 他说我出来也要做 推广传统化的工作 所以无料寿经说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 这句话 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学生 甚至有缘的人 我们都要相信众生善根不可思议 哪怕他的善根还没起来 我们也要抱着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但恐成心未至 我的真心还没现前 成心还没现前 不然自成可以感动 可以感动他的 所以这犯罪的人 我们要怜悯 他也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 一丝糊涂 而且你在观察 万法因缘生 他为什么会犯错 他没有很好的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你这么一去观察了 你不止不会跟他对立 你会起怜悯心 所以文昌帝君英志文有提到了 敏人之凶 容忍之过 怜悯这个犯错的人 这样 我们都有这样的心 去帮助他们 就给他们改过自行的机会了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 喜欢犯错 而让社会大众 负弃他 没有人愿意这样 很可能是 他想 重回社会 太多人 排斥他们 很可能他就继续堕落了 也有一些很好心的企业家 面对这些犯错的人 尽力帮助他们 其实能帮助一个犯错的人回头 这功德都很大 功德无量 所以我们面对犯错的人 我们一个父母的心情 那何尝不愿看到学坏的子女 附向正途呢 有一个老师教学生 对这个学生快失去耐性了 突然起了一个念头 假如这个学生是我的孩子 我会怎么做 后来 他还是继续很有耐心来 帮助这个学生 其实对我们 修学大臣佛法的人 尤其我们是授持无量授经 无量授经的经体 就教我们怎么用心 清静平等觉 我们这个是用真心 清静心是真心 平等心是真心 不能 这是我儿子 这个不是我儿子了 不是我的孩子了 那就举分别了 我们看 老儿子上有说 周邦到校长 贤抗力 包含 老儿子上遇到的老师 他提到 这些老师对他们的影响 超过父母 你看老师那种 平等慈悲的心 对学生的感动自身 老儿子上都说了 救济物品来了 学生先选完了 还有剩的 才给他的孩子 老师 老师 老师让这些教诲 跟我们现在教学 有没有关系 很有关系 所以天下好比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也是天地养育的 天地好比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学天地的博爱无私 然后也体会天下父母心 我们就会善待每个人 每个人都有父母 都有家人 我们伤害他 他全家人都难过了 关怀每一个大地子民 那这样天地间自然呈现祥和的气氛 好 那性高者明智高 人所重 悲貌高 这个真有德行 才会让当前跟后世的人发自内心尊重 我们看历朝历代几百个皇帝 我们记得多少 你看他们地位很高 你看长得也是很有福报 但是假如他无德 那就被历史给遗忘掉了 但是孔子是不一 但是他却成为万事师表 这都是因为有德行 好 那财大者望至大 人所福 非言大 李白有说过 天生我财必有用 所以一个人都带着过去生的财能 当然 从教学的角度 我们能发现每一个学生带来的天赋 那真的可以帮助学生成为某一个行业的人才 所谓行行出状元 我们引导孩子都有服务他人的热忱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他有这一份心 那你要服务人要有能力 那不管先天的知识 聪明或者愚笨 只要尽力去学 锻炼自己的才能 人一能知几百知 能识能知几千知 这个能力还是可以学得好 当然假如我们老师 比方说书法很好 某些才华很好 学生看得很佩服 这个时候我们也懂得引导 都要下功夫的 比方说 这个学生很崇拜 各行各业的哪个佼佼者 我们也引导他们 都要下苦功的 这些才能都不是 三两天就能培养成功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明望会大 明会高 望会大 都不是平摆无故的 我们都能分析 我们都能分析 他的原因 不然 现在 这个社会风气 都是想一夜成名 一夜获得利益 这样的心态很不妥当 先这种观念就偏颇了 所以缺乏真才实学 那可能都只是靠口才能言善道 但他没有真的德行跟才能 他迟早要出问题的 我们都要事实 引导孩子正确的观念 我记得我第一次 到大学演讲 在北京 第一堂课下来 因为车子不能开静笑容 我们就走出来了 走到一半 听到后面 有跑步的声音 往我们这个方向跑过来了 停一下脚步 回头一看 有个男同学 追我们 我们赶紧等他过来 他一看到我 还在喘 边喘边跟我讲话 他说蔡老师 你的口才真好 我当时一听都凉一半 我们在台上讲了一两个小时 讲了那么多圣贤忍的故事 都没有触动他的心 他最在乎的是什么 他最想追求的是什么 口才 所以我们现在孩子看事情 很可能都看得很表浅 很肤浅 这个都要靠我们营造 所以他只是 很会耍口才 天花乱坠 可能遇到事就乱了方寸 纵使知名度很高 却时时露出破绽 损害民生 往往一夜之间 就成为人人 可能唾弃的 可能批评的人 这个我就不讲名字了 那也是名气 那大的都不得了了 但是没有实质的德行 只是口才好 书很畅销 卖很多啊 结果后来 可能人家慢慢了解到 那实际的行为了 他甚至于在国际间 讲一堂课 费用好贵啊 最后到一所大学 人家把它轰下台来 好 所以这个 我们应该求的呢 长久地得到众人的幸福 这样唯有实至明归啊 才是对的了 但那个明啊 我们有求明之心就不妥当了 应该 应该 应该抛光养晦 厚积薄发 要好学 沉浅于各项 这个学问的才艺 就像老师 就像老师上说 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操心 真的积累过 可以利人 你有这个悲愿很好 但是 但是 就像老师上说的 比喻 你想去下水救人 你要先学会游泳 我们有德 有才华 这个才能帮得上人的忙 而且呢 这样身旺自然不求而来 我们看到老上的进退 他发了愿要立众 发了愿要出家 也没有去攀缘 是人家九次 请他老人家出家的 因为老上 也是 很相信 张家大师的指导 你去求人 人家不同意你 生烦恼了 让人家来找你 所以逃离不语 下至沉昔 你有真正的德行 自然赶召 因缘过来 在格言别录当中 有一段话 确实也值得我们 来领会 这个句子讲到了 敦诗书 上气节 慎曲雨 井威 此习名也 爱习自己的名声 人史留名 当然这不是好名 我们留一个好名声 给子孙 甚至于我们是教学的人 留一个好名声 给我们的学生 也让他们怀念 甚至笑话 你看老和尚 利益昌生 利益五大洲 这样的榜样 在我们所有地史心中 那也是一种 鞭策的力量 就像我们 信仰的学长 他们的堂号 叫四之堂 这个王密是他的学生 刚好这个杨正 经过王密管辖的地区 结果王密 当然他是拿自己的钱 要送给杨正 夜里送来的 结果杨正说 你是我推荐的 我知道你 你怎么不知道我呢 结果这个 王密说了 现在晚上没有人看到 没有人知道 杨正说 这个天知神知 子知我知 怎么没人知呢 所以杨氏后面 称四之堂 所以这些清官 他没有留财物给后再 他留了一个好名声 他的祖宗 非常的清廉 所以我们 跟后再子孙分不开 我们也跟祖先分不开 你看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 九主升天 一人得到九主升天 我们的子孙是阿维悦智菩萨的子孙 当然 我们假如做得不好 我们的祖先也会遭殃 这个太上感恩篇汇编 里面有个公案 有个官员 打出家人 那出家人是有德的 结果呢 他的父亲在阴间 就被阎罗王叫来 打屁股了 所以我们跟父母祖先 这个没有分开 这个叫连带责任 你看你交出的好儿子 竟然干这种事情了 所以这都有因果的 所以这个世间 我们要深信因果 你看中庸里面讲 父为是子为大夫 父亲是一般读书人 儿子当了大夫 葬以示 葬他的时候 用读书人的葬礼 祭以大夫 每一年祭是他用大夫礼祭 因为他帮这个世间 培养了一个大夫 你看这个因果 很有味道 包含以前官员 升迁 你推荐的人 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 你激功 你推荐的人 损害国家 你要降级 我们真的深信因果 我们谨慎 推荐人 我们谨慎 教育好下一代 所以敦伦敬奋 映光祖师说 很多人只理解到 孝顺父母 这一个层面 其实影响更大的 还有一项 就是教育好下一代 因为我们的孩子 会接触的人 有多少 他有德了 他利益一方 他没有德 那很多人受伤害了 所以成家的人 最大的功德 把子女教好 范仲淹的母亲是学佛的 他以培养范仲淹 这一件事的功德 回向极乐世界 就很大了 这个功德就很大了 好 那我们看呢 这个句子 爱惜名声 其实就是重视培养自己的道德 敦思书 不许师无以言 你不会讲话 不是伤到人 这个上书 疏通知远 作为一个明理的人 你看上书教的 做善这样子摆想 做不善这样子摆样 所以这个敦思书 我们也不能解成 就只读诗书就好了 其实就是最重要的这些五经 十三经要学 孔子说 不学礼 无以利 你不学礼 没有办法在人群立足 那当然要学了 尤其李秉兰老师 焦早 常理主要 他老人家用心良苦编的 李老说 学了常理主要 我们能不让人讨厌 所以假如不学了 那什么时候得罪人 自己不知道了 那怎么在人群里面立足呢 可能就 让人家很排斥的 好 这个培养自己的道德学问 上气节 就是很重视 自己的自气 节操 这个气节 等于是做人的风骨 就像孟子说的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 有气节 不会了 迷失了人生正确的方向 能够把握好自己 拒绝诱惑 这上气节 胜取语 这个凡取语 未分享 这个取语 取是收受 语是给语 这个都要慎重考虑 是不是符合道义 不符合道义 你取了或者给了 都不恰常 君子有酒师 见得诗意 你要拿 君子爱才 取之有道 都要符合道义 才行 不然 不该取的一取 那有可能就身败名裂了 这个后悔就来不及了 那不只自己没有名声 可能还让父母家人蒙羞了 所以古人这个习名是很很重要的 圣取语 谨微仪 这个微仪是我们 仪容 举止 举手投足 端庄 稳重 待人接物 谨慎得体 这个都属于 这个都属于威仪 不然你做事 荒僵走板 人家就摇头了 所以不可以轻浮出炉 你动作轻浮 我们当老师 动作不能轻浮 不然 学生就很难生起尊重之心 有一个父亲 他就感叹 我叫孩子写作业 他都不听 都不怕我 他这个语气 是抱怨的语气 我们当老儿上的弟子 不能抱怨 要提起他老人家教诲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孩子不怕不听 是结果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当父亲没有威仪 动不动就 讲一些开玩笑的话 做一些轻浮的动作 是我观察的 但是呢 已经过了四十岁了 这个不能讲 但是讲课的时候可以讲 因为没有针对人 他修养好 他就接受了 他修养不好 他不觉得我讲他就好了 这一点 我们有观察到老儿上是这么做的 有同修就说了 老儿上都不讲人 其实他讲这句话 这就错了 第一个 他的语气 就不是很恭敬了 第二 他自己看错了 我们观察 你真肯学 老儿上你有问 老儿上必答 具体给你知道 但是他都觉得 这个 老儿上都不讲他了 是我们自己 没有真正想请教 的态度 而且我们可能还有顾及面子 老人家当然不跟我们结厄缘 但他看到了 还要静一份心 在讲课的时候讲 有善根的人 自然听着听着 能够反观自己 就受用了 所以这个 警卫仪还是很重要 能做到这个试点 德行就有了基础了 自然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 赞扬 实至名归了 这样才算是一个 爱惜名声的 证人君子 接下来这一段 也很值得我们反观 净标榜 妖权贵 物角机 习意摸人 此事名也 这个净标榜 就是 自我 炫耀 夸耀 在自我标榜 那这个会增长人的 傲慢 导致人追求 这个浮华 虚荣 现在自我标榜的风气 很胜 而且有这个竞争的心 其实这个是好胜心 会跟人家争斗 其实这个名 没有什么好求的 你是求来的 我们的心态不对 而且没有实至名归 我们还得择福报了 明义福也 明是福报 世间想圣明而实不符者 多有奇获 为什么有 很奇特的灾祸 因为福报想完了 古人说 入境人亡 福报想完了 命就没了 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了 不愿意去 好名求名 这个好名 假如我们警觉性不够 也会受社会风气的影响 比方说我们在 弘扬传统文化 我们这个浩米的心 不是学了之后都没了 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性 才能服得住 没学以前的这些习惯 不然它一下会冒起来的 比方 为了这个名 然后就特别拍一些镜头 拍的时候 还得团体的人配合动作 这个就不真实 可是现在媒体这么发达 你一挂上去 LINE还是微信 啪啪啪一下 船那么远 你一下想那么多名 可是你那都是装出来的 其实这个对团体的福报 损害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我们想一想 我们这么做了 假如我们团体好名的人 就越好名了 假如不好名的人 他不相应了 他就离开了 所以不能净标榜 腰权贵 腰是 这个 磨球 逢营 哪一个人在传统话很有名 把他找过来 一下我这个地方就 名气就红起来了 这都是世间的习气 说实在的 你把那个有名的人过来 有名的人不一定有德 他出了情况 你也有连带影响 而且我们是弘扬圣教 弘扬圣教是内学 我们要往内以修身为本 都向外去求 这个都已经不在道中了 物脚积 脚积就是 奇异偏积 违逆常情 我们也看到佛门 这个标新立意 一下子新闻都爆他了 所以老上讲经的时候说 和尚 不作怪 信徒不来拜 信徒不来拜 那这个就是物脚积了 习 魔能 魔能 两可 这个就是孔子所批评的相怨 他看起来好像很忠性 对人很温和 可是大事大非 面前 他都不站出来 说话 他怕得罪人 那一般的人都看这个表面 这个人挺好 脾气挺好的 这个也是在 求名的 所以了凡事迅说 圣人领取狂倦 没有君子的 领取狂倦 狂者敬取 倦者有所不为 这种随波逐流的事 这种讨好人的事 他一定不干 所以这个习魔灵 也会让大众 是非善恶 混乱掉 好 那这些都属于 孤名调狱 没有真实的 德行学问 接着讲 习名者 敬而修 爱惜名声的人 在敬以修身 而且他与人无真 与事无求 自己好好修自己 而修 修是修养生习 因缘没有到 独善其身 他也是清静自在 世民者 造而佐 孤名调狱的话 叫忙于迎求名利 患得患失 得失一直在心中 这个心安定不下来 不照不安 人的心只要 福照不安 他去应对事情 能应对好吗 不容易了 所以会拙于应付 所以他在求名 反而适得其反 所以 入身上名 莫不由此 这个 毁入身家 败坏名声 没有 不是因为 求取虚名 被离道义而来的 所以求名 是所以坏名 名其可 四哉 求取名声 反而是 得的结果是败坏的名声 而且也丧失了自己的人格了 所以名望 哪里是强求得来的 所以 了凡 这个 弟子规这两句 明跟望 都是 修得行 然后提升自己的才能 自然感召来的 不是刻意去求来的 有刻意求的心 可能都会适得其反 好 这个是 这几句给我们的启示 那 这个犯爱重 是我们心中 常常有人我一体的观念 其实佛法难闻 因为佛法都讲 策法原理的道理 众生与我接一体 我讲出来了 我们 有这么好的原 闻佛法了 那假如我们不以这样的心境来处事 那等于是把这个 闻佛法的 缘分就给 浪费掉了 糟蹋掉了 我们哪怕没有办法一下做到 我们一定往这个方向来 用心 来修正自己 那我们首先要肯放下 滔滔的私心 来关怀大众 其实 私心是搞轮回业 我们既然已经明白了 轮回是苦难 三界通苦 那还用轮回心 造轮回业 那我们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所以看到放爱众 我们得把实心放下 好好去做 好 那具体的做法 接下来的经文 也都是给我们指导 好 我们看下一段经文 吉有能 吉有能 物自私 人所能 物亲子 物产妇 物交瓶 物厌固 物喜心 好 自己有才能 不要自私自利 要肯为大众服务 谈到这里就想到老儿上说了 记得当时候是听老儿上讲 太上感应篇 讲到雍舍方数 比方说家里有 有一个 药方 真能帮助现在人治病了 你把它藏起来了 这个有罪过了 只要能利益人的 我们把它收起来 藏起来 这个就有过失了 见义不韦了 那假如 我们 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其实都带一点天分的 比方说你看 音乐 中正之乐 古情 这在 中华文化当中是很重要的一环 你有这个才能 你会了 你不尽力去教人 这个就 没有尽到我们的本分 就像老儿上说的 你会的东西没有拿出来 这不走当了 老儿上讲 说毫无保留的 帮助他人 我们去体会体会 老儿上这句 毫无保留 那留一点好不好 留一点不就还有我吗 还有我不是要搞轮回 六道轮回 是我直辩的 所以我们今天 有服务他人的机会 我们要感谢这个机缘 能够让我把我直 越来越放下 而且还让我修了福报 我有时候也很羡慕 一些同学 那书法写得很好 应该都过去生 这方面的人力就很厉害了 所以大家身上有传统 很重要的能力 都一定要好好来承传 礼乐色欲书数 这些才能 也都要传下去 人所能勿轻止 别人有才能 不可以轻易批评 应该多加赞叹肯定 老儿上知道我们 随喜功德 那你的功德 就跟他一样 我有见过同修 专门修水洗赞叹法门 很会赞叹 但是我有跟他交流过 我说你赞叹有点太过了 人家才三分 你赞叹到八分了 这个赞叹也要防止 对方生傲慢心 你得赞叹恰当 赞叹的人也不能忘了 同子说的 无知于人也 谁悔谁欲 论语当中 孔子说 我对于他人 不会乱批评 也不会乱赞叹 假如我有赞叹的人 如有所欲者 岂有所适宜 我有这个人赞叹的话 我一定是去试验了 去确定了 他确有这个德行 我才赞叹他 这很有道理 比方说今天你赞叹 这个团体 但你不清楚他实际的情况 结果你一赞叹 哇 好多人进去了 结果不是这样 你坏了人家的缘分 假如人家是花了很大的劲 甚至于房子都卖了 迁去了 结果一看 原不是这样 那我们这个战战 可能就出现流弊问题了 所以好心 也不能激动 要冷静 所以孔子这段话就很有道理 好 勿惨负 对富有的人态度 不惨媚求荣 勿娇贫 对贫穷的人 不表现出骄傲自大的样子 勿厌恶不怨恶不怨恶不怨恶 亲戚老朋友 勿喜经也不一味喜爱心人心朋友 我们将这四句 再进一步来看 极有能勿自私 每一个人的际遇本来就不同 假如我们处在良好的环境 学得许多才能 岂可傲视一切而自私之力 应该发挥能积几积 能力几利的胸怀 其实我们这个 力重的心不强 假如又有才华的话 反而容易傲慢 那这个才华就变成我们堕落的缘 所以知智通鉴一开始就谈才德论 所以才要为德所用 德者才之帅也 这个就很重要了 假如我们忽略了教育孩子 尤其是人德之心 服务人之心 那他有才华很难不 傲视一切 那假如我们是他的父母 老师 我们培养了他的才能 很可能毁了他的人生 说不定 所以知所先后 则净道 培养一个人 什么先 什么后 跟大家有交流过 古人教 教生活教育 首先就是服务人 撒扫 黎明及其 撒扫停止 要内外整洁 而且他在撒扫 在扶劳务的过程 他有服务人的态度 他也在撒扫当中 他在锻炼 自己做事的能力 他慢慢从做事当中 懂得做事要有先后 要有调理 要有步骤 他在做事当中 在锻炼 听说好像 这个手活动的多 小脑 发展的会比较好 这个是有连带关系的 我们 认识一个学生 他父母 跟他也认同传统文化 花了几个月 很认真学传统文化 尤其 带他们的老师 很注重 服务他人 服务这个劳务 结果几个月之后 他本来 也不会接待人 也不会煮饭 这些都不会 几个月下来 训练出来了 后来回到学校 这个物理化学成绩 提升得很快 所以诸位忍者 这个作家物 跟物理化学 有没有关系 你看他做事 他会思考程序 逻辑 这些 通的 全修在性 福劳物是修这颗星 这颗星 炼成 他会用在学习上面 用在物理化学上面 所以撒少 应对 进退 这个都是生活上的锻炼 都是培养他的德 那有这个 服务利人的心 会主动 帮助 困难的同胞 就是极有能物自私 而 我们真的去帮助 苦难的同胞 那自己也会感受到 真正的快乐 和和谐 所谓 助人为快乐之本 好 假如我们是 为了炫耀才能 获得掌声 而塑造出的 耀眼英雄 那真能减轻苦难者的 创 碰 所以 这个我们 我们学的才能 不是去干井上添花的事 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那人所能 那人所能勿轻止 这个太上感应品也说 见人之德 见到人家有这个才能 就像自己有一样高兴 一个团体里面 你要重用的主管 一定要有这个特质 不然他 他既贤度 这个是团体的灾祸 这个是大雪里面讲 若有一界尘 断断兮 无他记 他才能不是很高 但会欣赏别人 人之有记 若即有之 人之厌慎 其心好之 就好像自己有一样高兴 不记得人家的德行跟才能 都能够加油 赞美 肯定 历史当中 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例 就战国时候 李师做秦国的宰相 他有一个师兄弟 韩非子 这是同门师兄弟 当时候秦王看到韩非 指的说难 这篇文章非常欣赏 就恨不得早日跟他相见 后来真的 韩王派了韩非 出使秦国 秦王跟他一谈话 那更加欢喜的 这个李师 自己知道自己才能 比不上韩非 怕韩非得宠 影响自己的前途 就故意诋毁韩非 陷害他 让他入狱 而且假借秦王之命 把他给害死了 那韩非使在狱中 没有办法陈述冤情 王使在狱中 天道好玩 没过多久 这个李师就被造高诬陷 同样没有机会 同样没有机会 生冤 不止他遭殃了 这个他获及他的子孙 他的儿子也同样被腰斩 所以古人说 敬贤受上赏 为团体国家推荐一个贤德的人 受到上天最好的赏识 这个历史是一面镜子 这个包俗亚推荐馆众 把朋友推到他上面去了 结果在史记当中有记载 包俗亚的后代 十几次都是大夫 所以这个机善之家必有余庆 那个韩非使 避嫌蒙显禄 他这个既嫌度人 甚至陷害韩非这么有德的人 有才能的人 结果他的灾祸 很快就到了 所以我们 从历史 甚至从佛门的历史 老和尚曾经讲过 发起菩萨书甚至要经 那老人家讲 这部经一定有他的 用良苦用心 因为时间是有限的 为什么要讲这一部呢 应该是老人家有观察到 在道场里有嫉妒的情况 这个造的罪业很重 这一部经就是提到 一群比丘 听佛陀说法 听了就忘 非常苦恼 没有智慧了 他们就跑去请教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又把他们带到佛陀 面前 佛就讲出了 他们这一群人 在前世 看到两个出家人 法缘很殊胜 他们就毁谤 结果信众就失去信心了 断了这一方的法缘 结果这一群人 我当时听到这个公案 感受感受 你看那个批评 几秒钟的时间 换来的果报 在地狱 一千八百万年 地狱是度日如年 还那么长的时间 真正知道 这个罪业 我们说因小果大 这一句话出去 因很小 这果报那么大 我们就慎重言行 更不会去诡谤 基督了 好 那物产妇 物娇瓶 这个骄傲 即惨媚 是不知不觉 就会染上的毛病 惨媚迎合 富有的人 所以获得他人的钱财好处 却失去了 却失去了固有的志向 贬低了人品 甚至惨媚他 还跟着他 配合事情 那有可能会 诅咒为虐 作奸犯科 结下之后 无穷的 冤业 这些烦恼 就以成德 自己来讲 都能感觉到 与生俱来 这产妇 比方说刚出社会 接触到 这个公司 这个负责人 他一讲 我跟哪个立法员很熟 跟什么 谁谁谁 一听就 哇好厉害 很羡慕 就有那种 要巴结的性 你看同学里面 这个 比较有钱的 一听 你知不知道 他爸爸是谁 是谁 十大首富之一 我真的有这样的同学 但是我是事后才知道 已经毕业了 佛菩萨加持 让我 我不要去产物 不过 我也很震惊 都没有让我发现 为什么呢 家教好 那么有钱呢 非常低调 所以 教富贵子孙 比较贫穷子孙 还难 富容易骄傲 富容易奢侈 地位高了 容易骄傲 所以这些句子 都是指导我们 怎么爱护好自己 从心缘引微处 就要防止这些念头 还不能 这个 产妇交瓶 那也要 从小把 学生孩子 这个心态要 摆正 不是录了佛门 不会这么做 你比方说 这个大众 要捐款 一看 这个捐款 不少 你看那个心念 就开始动了 就对这个捐 多一点的 特别好 特别关注 所以老和尚说 这个 入佛门 是让我们 放下这些贪嗔之慢 不是换对象 你对于捐很多钱的人 你一心动了 有偏 你真的会 受到他的影响 把该去的目标 偏 所以我们把握这些因缘 最重要是把握好自己的心 你收的款项再多 是要真干事 是要真成就事 所以这里提到 我们有这个 惨媚迎合 真的会 把我们的志向方向给影响 你比方说 这个布施比较多钱的 他可能不知道我们的目标 他可能只想的比较短 那你又要迁就他 你这个高允的目标 可能就达不成 所以以前护法 是红法退休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单单 护法工作 不能被有钱影响 也不能被有地位影响 我们都要很清楚 我们的方向目标 我们随时要 有老和尚给我们的指导 来做事情 这个 红护正法的路上 也有很多境界 这个地质规也是在教我们 护好自己的心 好 以上 跟大家交流 到此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